从5月9号我频道第一个接到了第一个未成年人失踪的线索开始呢 我们的记者附近中两部山西 在23天的时间之内呢 暗访了100多家黑谣厂 采访了12期节目 每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上千家丢失孩子的家长呢 到都市频道求助 我们的新闻热信也接到了近2000多条观众的反馈 那么山西黑谣厂大量买卖黑人做谣工 黑谣厂长期无人监管 这黑人血泪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山西钻谣厂多和当地制钻资源有关 烧钻只用煤和黄土两种资源 山西煤资源丰富 煤价和其他地区相比要便宜得多 这里的黄土高原丘陵纵横 有取之不尽的黄土 烧钻成本非常低 建个窑厂很容易 因为用黄土烧钻严重浪费土地资源 最近几年很多省份都在取缔这种专窑厂 所以砖价由原来的几分钱一块上涨到两毛多钱一块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暴力 驱动窑厂老板建窑烧钻 山西省至今没有取缔年土烧钻 一些地方把专窑厂作为当地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 富起来的人都要改房子 这个砖价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地里这些相开砖仓的人 他肯定和他的地方政府啊 包括他一些派出说呀 他形成了一个利益关系链 这地方你这个砖仓 担人多了发展了 他那个政府直接也会拿到水收 众多的砖价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而当地人口少 劳动力自然紧张 当地人又不愿意干烧钻这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 用功紧张成了窑厂突出的矛盾 其他省份的劳动力要么本地消化 要么到南方和沿海地区进场务工 很少有人愿意去干窑厂的苦力活 于是窑厂主就开始采用非法手段 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里买黑人做窑工 我省紧邻山西省 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和大脑有障碍的人 因为反抗能力差便于控制 自然成了窑厂老板和人贩子的猎取目标 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 当地公安和劳动部门对黑窑厂非法用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些地方的派出所公开向窑厂老板收取保护费 从公开了解的是 你只要开个专场 每一个月或者每年 恶比他那个派出说的交几千块钱的 什么治安保护费啊什么的 实际上案里这里面可能都还有些交易 在我们和河南家长寻找孩子的过程中 当地公安极其消极 只解救当事人的孩子 对姚厂的黑人根本不管 你家是哪的 和北 和北的是吧 想不想回家 想 想 那我把他送走 把他送走 把他送走 压往里 不是你们的人说 不是 不是你们的人说的吗 姚厂老板非法用功有恃无恐 一个买来的黑人 一天可以给姚老板创造三百块钱的利润 姚老板不用支付一分钱的工资 一个中等规模的专摇厂 一年可以放收上百万的利润 这些专摇厂 他的北后啊 可能就有一些地方官员在这里边 北后做撑腰 入部 甚至从这里面靠全里 分一些户 我们对这个文琦的认识 应该更深一点 不然的话 这些黑姚厂的人 他们这么胆大 这么规模大 大量的来用童工 用未成年人 时间比较少 他还能够持续下去 姚老板非法使用未成年人做姚工 本应该归劳动部门管 但是当地劳动部门也是亲之认之 在永济市暗访时 我们发现了劳动执法人员 竟然把从这家姚厂解救的童工 送到另一家姚厂做姚工 朱广辉是我省宝封县人 半个月前 他才从赵姓姚厂被劳动部门解救出来 随后又被执法人员卖到了其他姚厂 老总局知道他打电话把你拉到姚厂 对不对 是吧 是 他给黄老板打电话 黄老板把你拉到姚厂 不是 黄老板就算秒 没错 就老总局这个人打电话 老总局这个人姓啥 姓黄的姓黄 黑姓的执法人员还扣了他被解救时的三百块钱的工钱 直到我们找到这位执法人员时 他才悄悄的把钱还给了朱广辉 我省大批的未成年人从郑州火车站被倒卖到山西黑窑厂做苦工 也和郑州公安部门不重视有关 一些公安人员把早卖未成年人做摇工 看成是劳动部门管的事 而劳动部门又没有强硬的执法权利 事实上早卖和强制未成年人做摇工 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 公安部门应该严厉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到今天离止 系列节目最恶的黑人之路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这儿啊 我想向我们的战事复阵中俱进 老傅 辛苦